好 川普跟希拉蕊的这个抗争 这个对抗那个选举 其实俄国也是有 就用这个网络的方式来操作美国的选举 所以我觉得这是民主国家共同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是他们会用民主来侵蚀民主 因为比如说民主就是等于是自由的一个 言论自由等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形式 可是其他的国家却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 这个民主国家国内的这样一个党内选举 所以台湾所以美国来 等于说来提醒台湾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深受其害 所以台湾现在要做的应该还是 要如何去防堵这样的一个境外的一个声音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个凯道的反红媒会有这么多人上街头抗议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种红色媒体 或是说被掌控的媒体这样子在台湾 不断的放大它的声量 大家是有一个危机感是有一个恐惧感的 那我想为什么会上街的都是年轻人 那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可能都在家里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他可能因为某一些比较不中立的电视台 在说一些放松一些可能是假消息假新闻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感到担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会走上街头 以前是爸爸妈妈胖我们在网路上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现在是我们好担心爸爸妈妈 我们好快妈妈要打开电视是不是 对 就是被电视洗脑 因为其实真的传统一辈的这些长辈 他们对于电视的信任度是很高的 因为他们认为电视可以上电视的人 可以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事件 应该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查验过 那过去台湾的媒体确实是非常的优良 那但是慢慢的现在因为一些资本的进入 红色资本进来确实是改变了一些媒体的生态 那台湾如何是可能是藉由这个NCC的控管 或者说藉由一些法案的修正 我觉得才能慢慢导正目前的状况